因为他是以色谣的档案 这个死亡率死亡人口数 他是以色谣的档案 所以你当就是快速点两下就直接打开来 然后接下来请注意一件事 这个表格 我是不是要整理 这个表格我也要整理 对吧 他其实长得很像我们在做人口数的时候 男女男女男女这样子来去呈现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请选到这个范围 然后资料 记得早上我们都是用别的别的档案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用资料底下的重表格 因为我现在选到有表格 所以资料从表格 然后他就会把我刚刚选取的范围视为是一个表格 所以直接点确定 而且这个表格有没有标题 有的 这个行政区就是标题 好确定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内容我是不是就很容易去整理 整理只要把行政区关掉 对了 为什么要整理你们知道吗 我们要去画一个 就是说 大数据分析 我不可能十年画一张图 对不对 要画就所有二十年 所有有资料的画在一起 对吧 可是刚刚那件事是做不到的 你根本就画不出来那一张图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透过这一个方式 像例如说行政区里面 请把 请把不是行政区的拿掉 像合计就不是 123456789101112 你一定要记住养成一个很细心的一个方式 来去看待你的资料 所以我都会数数看 因为很神奇的是 我现在拿到那个台北市的老建的资料 居然他多了一个 那个新北市的行政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多那一个 每次我都在那边就是把它扣掉 好确定 接下来是不是九十年拖曳到这边 去做转换里面的取消资料行缩纽 对吧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产生适当的 像这个叫做民国年 重新命名 然后这叫什么 结婚 死亡人口数 重新命名 这叫死亡人口数 可以吗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松山区九十九十年有九百一十四人死亡 九十一年九百六十七九十二年一十类推 好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是逐渐在增加 逐渐在增加 好 这是死亡的人数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做完 就只 你也只能整理成这样子 呃 这里面 这里面了不起你做取代值 到时候我们一起取代好了 就是常用关闭并载入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表格一 表格一 就是这个叫表格一 可以吗 表格一 好 请 우리现在动手做 Nou